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0月11日 星期一 這節John Connor繼續 和大家說一節國情新聞 這節要說的是中國大陸 很可能在湧現 超過過千萬的失業人口 中國官媒新華社 大喊 叫年輕人回到農村就業 說 農村是年輕人就業的 大家可以想像到有多少人會認同一件這樣的事 你的國家不是已經全面 走向小康了嗎 一個走向小康 發展要做全世界 超級強國的地方 竟然 就是有那麼大的失業人口 還叫年輕人 回到農村就業 所以大家說是挺好笑的 其實 詳細在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繼續幫我們手動點擊 繼續用無限loop帶發 打開節目清單就播放了 我們保持著每日自律 我們每日都會提供最快 最新的新聞和大家分享 今天香港比較靜一點 所以香港新聞比較少一點 基本上就是得風暴消息而已 其他就是 每件事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10月17日 大家好 美國的網友記得出席蓬佩奧演講 由袁爸爸主辦 以及香港自由燈塔基金 現請了蓬佩奧 這個可以說得上 如果你真的要說 要組織一個建國 組織建國基金 現在就很厲害了 最早 找到美國的前國務卿 我們無論怎麼看也好 就算怎麼中票 我們也看不到為甚麼蓬佩奧不會繼續在美國的政壇 具有影響力 所以 這個很重要 所以其實 17日的演講 我們也要告訴蓬佩奧 我們就是很多香港人想去 跟他交流 想聽他演說 也支持他繼續從職 這個是很重要 很重要 因為經常說猶太人 猶太人為甚麼控制美國政局 你現在有機會去控制政局 不要用控制字眼那麼難聽 你有機會 去參與那個政局 跟真的 政治人物去討論 是不是要把握這個機會呢 所以這個很重要 怎樣也好 都應該盡量去加州聖河西 所以不是沒有可能 你就已經可以聯絡到一個 未來打算 參加 選舉 要參選總統的人 這個絕對是為香港的未來 作出了一步很重大的步伐 另外多說10秒 我們就是有網聚 11月6日 星期六 晚上 在 倫敦 唐人街 金鳳凰走家 這是我們第一次 正式在英國搞一次網聚 希望大家交流一下 繼續跟大家說這個失業新聞 不是第一天知道的事 正當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不斷吹捧 要脫貧脫貧 越脫就越貧 真的 習近平說哪樣死哪樣的 很厲害 所以習近平 越是要偉大復興 越是要延續共產黨的執政 真的死得越快 不是開玩笑 中國這個補教業在當局的大力整肅之下遭到屯滅 即是被圍攻 圍籤 補習也不行 教書也不行 好了 每個行業都被你整死 房企 然後又爆雷 現在爆雷的深度有多深呢 深過深水炸彈 大陸爆雷 真的很厲害 真的不是開玩笑 他沒有東西救他心的了 這個 世界上面爆雷沒有人爆得好像中國大陸那麼深 他真的可以保持著世界第一名 再加上900多萬大學生 畢業 但是找不到東西租 過千萬的失業大軍就在中國大陸 這個 號稱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預備超英趕美 預備要超過美國 現在失業大軍湧現 恭喜你的失業大軍數字 真的超過美國 這個 中共的黨媒 就是新華社 最近不斷連珠 炮發 繼續吹噓 富麗的農村 成果 盛讚農家繁鄉 農氏 勞動讚 還要配上這個農民 滿手人民幣 笑得 嘻嘻哈哈 這個農村好 農村好 你搞甚麼大城市 你搞甚麼脫貧呢 一開始就不要搞了 你需要發展金融城市 全部解散 全部回去農村 就可以了 信他那人真是白癡 所以內地的人 不是真的那麼蠢 雖然有一大堆人就是假裝五毛 做小粉紅 當然也有些真心 但是你叫他回農村脫貧 你也是白癡 信你那人就傻了 這個新華社竟然 無恥到 大大力在唱 農村就是年輕人創業 就業的動土 我讀完大學之後回到耕田 那真的是調理龍武器嗎 你不是全部大學 都是調理龍武器的 不過現在 全部大學生 都想調理龍武器 不過就是 當作動詞用 新華社寫出這個 垃圾評論 在微博上 結果 就是官媒出完之後 那整天只有兩個人按LIKE 可能就是admin 以及上司 在微博就按讚 正常有智力的人 中國大陸被你訓練了那麼久 內地的人民 最重要就是經濟利益 每一個人都想離開農村 就是出去大城市 找工作和賺錢 你竟然叫他們 回去 搞農業 誰會理你呢 這個官媒相當無恥 還繼續說 這個要創造人間奇蹟 然後就在這個長假期推農農村無限好 推農農村的成果 高唱 農家好 裡面的文章高舉這個民族主義大旗 宣稱 民族要復興 鄉村要振興 真的 說得一說 要在廣貿大地上 農民庫 產業興 鄉村美 農村正成為年輕人 創業就業的動土 發展了 發明了一個新 term 叫做新農人 新農人 要前赴下後繼 下去 鄉村種田 收入滾滾而來 這個真是作得就作 根據報導說現在的農村的數據 上半年 農村的居民人均收入 就去到9,248元人民幣 扣除了價格因素 實質 增長是14% 不過這是大陸 官方公佈的數字 沒有任何參考價值 實際上 收入增長率比城鎮更加高 也意味著中國大陸的城鎮 真的出現崩潰 根據資料顯示 中國大陸的 經濟情況 繼續放緩 中國大陸的年輕人的失業率 飆升到歷史新高 如果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 只有7月 中國 中國 16歲到24歲的青年 失業率高達16.2% 這是官方公佈的數據 實際情況比這個數字更加惡劣 整體的城鎮失業率 青年的失業率佔了整體失業率的三倍數字 這也是官方數字 城鎮內的失業率其實也是5% 所以 中國大陸的 經濟 大家可想而知 今年又有900多萬個 大學生畢業 又為中國的勞動市場帶來重大的壓力 中國大陸就是 政策手段不斷干擾 自由市場的運作 一方面 他們大在賺錢 一大堆貪官 搞了很多借貸的行為 而那個泡沫已經是世紀那麼大 大家也可以清楚看到中國大陸搞出來的東西 就是貧富懸殊 非常之嚴重 實際上中國大陸的貧富懸殊 個別的地方那個堅尼系數他一直都不會夠膽公佈 他的堅尼系數 可能比起香港還要更加厲害 不過堅尼系數就是有很多盲點 中國大陸有那麼大的貪污 你可以看到全國人民的勞動成果全部都去貪污 貪官到變成黑錢 他們就拿來瘋狂 再借貸 再製造無限的金融泡沫 現在他又累積了900多萬的炸彈 現在的年輕人 難以反抗 只能夠選擇躺平 實際上這班人對於政府 相當不滿 但是感怒不敢言 他們知道這個地方沒有言論自由 所以為甚麼要躺平呢 大家細心想想 你不能夠發聲 只能夠躺平 實際上他就是不斷累積 社會的炸彈 所以為甚麼他們那麼緊張看到香港 說一定要去解決那個土地問題 當然 潛台詞就是要 搞共同富裕 要充公你的錢 但是實質上 中國共產黨也知道 再不解決社會矛盾 一定又會再觸發下一波的 不滿和運動 這件事永遠都會發生 永遠那個 貧富懸殊 社會不公 社會不公 造成 社會的動盪 這件事一定是 無可避免的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講到這裡 請大家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的工作 我們下一節再講一下話題 拜拜 我坐下 我坐下 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